因為妳們交過各式各樣的男女朋友 反正都跟各種人相處過 我一直交過一道 妳在那邊抓純潔 我跟妳講 我們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 確定他是對的人 那如果妳想要看這樣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開啟小鈴鐺 記得留言按讚 然後我們就要很快的切入主題了 我們分幾個區塊來講 個性上 個性上因為妳也知道我是摩羯座嘛 所以本身 本身 現在就知道了耶 其實因為我是摩羯座 其實我從小現在很獨立 所以另外一半呢 我也會希望他是獨立的 怎麼樣在短時間之內 就可以知道從個性上 我想這就是一個很確的一個想法 我先插個題好了 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其實很多女生啊會覺得 如果我什麼都可以自己來 那我要妳幹嘛 那女生的想法是什麼 這題我真的非常有感覺 就是如果我什麼都可以自己來 那我要妳幹嘛 妳可以嗎 其實啊 因為 妳想吃嗎 很多部分 第一個我覺得這個可以分 心靈上跟實際上 因為其實生活上現在生活很方便 所以很多小幫手都可以幫忙 基本上你只要經濟能力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都有幫手可以找得到 可是心靈那一塊我覺得很會很孤獨 那那個叫做我覺得這句話對於我來講也是 就是如果我會講說我什麼都會 那我要妳幹嘛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就是一種很孤單 那個孤單就是 就算有人在我旁邊 我覺得那也無濟於事 因為其實旁邊那個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要什麼 所以我才會講出這句話 可能我自己的個性啊 我就會想說那我為什麼不直接講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送禮物給我說我印象很深刻 你送了一件運動美衣給我 嗯 對 你沒有製作人好 對 我完全不喜歡那件運動美衣 尺寸是對的 可是它不是我喜歡的款式 為什麼尺寸是對的 對啊為什麼尺寸是對的 是平直結啊 那時候還沒有就是連結啊 對對對 沒有人的連結 那你眼睛蠻利的 可是我後來決定我要老實講 因為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呢 我沒有很清楚的講 那代表他以後就會覺得我的喜好就是在這邊 我覺得要把那個東西對男生溝通要很清楚的就是 理性跟感性的部分你要分開講 然後你要把感性的部分講到滿是愜意 理性的部分你要很清楚的分析 你不喜歡的原因 而且要調劣勢 這件事情就很安全的度過 然後我覺得我也沒有委屈 不是啦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我沒想到很多 喜歡 OK 那就接受啊 那如果不喜歡那就換了 不然那就 就耍背了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確定 確定點是一個關鍵點嗎? 其實說實在我都滿不記得的 好 應該是說有需要溝通這件事情 對女生來說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嗎? 還是非常重要還是怎樣? 非常重要吧 我覺得臉還是關鍵 哈哈哈 我現在講的我知道你們聽歪了 不是我講的臉不是帥或不帥 而是表情 你們兩個在溝通的時候 你的那個表情不要是咄咄逼人 然後是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就是情緒很滿嘛 我覺得這個不關星座 不關年紀 或者不管對話是誰 你有沒有好好的溝通 所以對於我來講 第一時間你會不會臉上 就表現出滿滿的嫌惡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實在我對於覺得 怎麼短時間確定 在要相處之前 你一定是先看到人這件事情 會不讓你討厭這件事最重要的 就算再好看也會看得膩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大家在前面這個過程是 第一個個性 因為他是水像 我是土像 我對很多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 有這麼複雜嗎 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調列式 然後把它寫下來 這件事情可以怎麼去處理 但是對他來說 你知道嗎 就和在一起 那當然這個我們個性不一樣 我就會說 那你先告訴我 這件事情的重點會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會很重要的關鍵點 是在於 有時候那個軟硬之間 這兩個人怎麼去拿捏 因為像譬如說 為什麼你們對於軟硬 這兩個字 你們對他的反應這麼大 你們想想 這些東西很重要 心情 我們在意 你們在意是 對 對 對 重點是 譬如說 像有的人是 外柔內柔 有的人是 外柔外柔 對 欸 不要 從頭到頭都柔 只有柔 對 對 有柔 好啦 你們很剛 你們剛剛 就是 可是問題是 不管你是 外柔內柔 還是外柔內柔 就是看事情嘛 然後要去做一個拿捏 好 我聽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 因為兩位都是已經 出過社會 有一定的社會地點 沒有 沒有 所以 那 我們都有年輕 因為你們 交過各式各樣的男女朋友 反正都 沒有 跟各種人相處過 我是叫溫柔 妳才會抓純潔 你才會抓純潔 我跟妳講 剛剛提到 它不會是屬於 溝通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 簡單一點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 吃飯 參與上是 觀察一個男人 可不可以相處的 重要關鍵 來 第一個就是 用手拿 第一個 會不會服務 會不會幫大家分菜 會不會幫你分菜 這件事情 基本上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的個性 他們是會去照顧常人的 再來的是 餐桌上 你可以觀察到 譬如說服務生 如果他對服務生 講話方式是那種 欸 然後或者是 服務生送東西上來 他連很基本的 就是謝謝 他都沒有 如果服務生 譬如說 不小心打扮東西 他那個態度 立刻是 就是 情緒就立刻上來 我覺得這要小心 因為這跟他的那個 情緒管理 也有關係 我覺得 以我 這些年的 就是 真的一個男人 在餐桌上的表現 已經差不多 就可以決定 這個人大概 七八十分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 老師講的這個 非常進去 因為真的 餐桌上 所謂教育的問題 那實際上 我都沒什麼經驗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裝 有沒有 我姓王 我姓裝 哈哈哈哈 譬如說 他會把宣布換來 製造 我自己會 會不會愛惜食物 拿自己需要的分量 然後 把它吃完 那我很好奇 就是男生 就是對於 如果女生 剩一點食物 你們再不熟之後 我發現有些人 的確定是說 欸那我幫你吃完 那就是想要 經濟借吻而已 哦 就是對這個女生有興趣 不是對食物有興趣 如果一個 培在 吃剩一半 我不可能幫他吃啊 所以我幫他吃 就是 我想要趁他的口水 哦 對啊 這男生的邏輯是這樣 是嗎 你也是嗎 他不會承認啊 不會吃啊 你不會吃嗎 你一開始 你會幫我把東西吃光 有啊 我都不記得這件事情 你還有什麼記得啦 我就是他不會承認啊 就是 你一定是對這個女生有好感 你才會願意跟他有 因為畢竟是別人的口水嘛 說法是這樣子 就一定是對他有好感 你才會願意做這件事情啊 所以如果在餐桌上 其實除了觀察到這個人 還不可以交往以外 你也可以觀察到這個人 對你有沒有意思嘛 對啊 但他的意思不一定是想交往 比如說 我就想要 我就想吃 就想跟我們家而已啊 有可能啊 我想撩一下這樣子嗎 對啊 我們這種 摩羯座是最頓的 為什麼 我覺得你不頓哦 嗯 你是 講講講殺娃狗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去殺手機 他已經 已經玩了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想說說 哇 這個真的是純情派的老娃 他有一次 我不知道在 默默聊什麼 我不知道在聊什麼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默默的突然丟出一個他已經交過的女朋友的數字 我會想說 哇賽 看我們笑的是 殺手啊 對啊 原來 殺手機 因為我以前一直覺得說他看起來不像 就是交往過這麼多的數量 設施衛生喔 設施衛生 對啊 趕快辦你就掰掰了 欸 怎麼這麼好騙 那這一開始去殺手機就不用思考啊 交往數量多不見 這個是壞事 對 因為他跟很多人相處 交手過 對 所以他會想的怎麼跟女生相處 這就是好處 這就是妳的重要啊 對 超重要的 妳跟一個木頭在一起不會好啦 是不是 對啊 因為有交往過嗎 跟白癡一樣 但是一開始 他的確是表現得有一點木頭 所以你會卸一下心法 裝的 裝的 真的 就是我跟你說 這個怎麼是裝的呢 你從今天開始姓裝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的是 就是這幾個切入點 就是在餐桌上 其實真的還蠻容易可以觀察一個人 他的個性 還有習性 好啦 希望今天這一集呢 可以帶給大家不一樣的小孩 就如果大家喜歡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那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按讚 留言 掰掰 掰掰